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听一下江医师 我刚刚讲 洋葱健康好棒棒 然后中式料理也大量用 西餐也大量用 然后你会发现凉拌也做 然后熬汤也做 热炒也做 所以它真的是 各式各样的应用都很好 那它的好除了这一个 刚刚讲评价健康容易取得之外 另外一个是它特殊的营养素 特别是胡皮素 对于人体的健康的调养 事实上很有帮助 胡皮素其实现在最出名 最主要的研究领域 常常已经接近于抗衰老这部分 那不过其实洋葱除了 胡皮素抗衰老之外 还有一些有趣的功能 你看看洋葱切下去 你泪流满脸或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是很刺激 含溜的东西它们都很有刺激性 那你人都受不了了 你猜猜看细菌受不了 受不了 我跟你講细菌也受不了 那我一个五十几岁的一个女病人 我第一次听她讲完 我也觉得心很酸 你知道吗 她负责帮家里煮所有的三餐 然后她每次煮完三餐之后 她自己就用一个小盘子 装自己的东西 然后躲到自己的房间去吃 因为她很严重的口臭 家人不跟她一起吃饭 而且口臭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她说有一次 她骑着摩托车 载着她的儿子去上学 她才开口 她跟她儿子讲话 她儿子就说 妈妈你不要讲了 你嘴巴好臭 这么严重为什么 好 不知道原因 所以她就去看了牙科 结果牙科看了 我们没有什么牙收病 然后去看了耳鼻喉科 鼻腔也没有什么肿瘤 或什么东西 在溃烂 什么也没找到 后来去看肠胃科 肠胃科也觉得她还好 那她跑来找我是什么 因为人家说口臭的疾病 有一部分是肾脏病 当然没有错 不过坦白讲真的 我们肾脏科的病人 因为她尿毒素累积 尿素再高起来 会有一个味道 可是这个味道 其实不到这个女士长的 那个坦白讲 几乎是恶臭等级 你知道吗 恶臭到人家家人 都不跟她吃饭 所以肾脏科的病人 其实永远不会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看一下 真的是不像 味道闻起来 虽然是臭 可是不像尿素蛋的味道 尿素蛋比较像什么味道 比较像小便齿的味道 OK好 不是那个味道 所以后来呢 我就推测说 她大概 就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胃食到 就是里面长 胃食到腻瘤 不是 长满了那个幽门感菌 另外一个就是 小肠的细菌过度自生症 这个是最近十几年来 常常有人提的这个疾病 所以我后来就果断的 给她两个礼拜的抗生素之后 然后开始用洋葱跟大蒜来维持它 为什么要用洋葱跟大蒜来维持 等等等等 你给她抗生素是为了什么 为了压抑什么 小肠的菌还是 幽门螺旋菌 幽门螺旋菌在胃里面到处都是 那后来我证实 我也在大便里面找到 幽门螺旋菌的尸体 那压抑这些之后 她的口臭就可以缓解降低了 不 基本上是没有了 整个就没有了 她从此以后 真的可以跟家人一起用餐了 她一辈子都要吃抗生素吗 不 我就是因为 不打算让她吃抗生素一辈子 所以我给她用了抗生素之后 紧接着我叫她 每日要交替使用洋葱或大蒜 那洋葱大蒜吃完 会不会更口臭呢 不 洋葱的味道 其实她是种 不是像她原来那种恶臭的臭 我刚才讲 如果你觉得家人也受不了洋葱味道 你就 大蒜受不了 你就用洋葱 那洋葱现在有味道 可是洋葱不是很强烈的味道 所以我们知道 就像这种有机的硫化物的本身 它本身刺激到人受不了的时候 其实你想想看 你的细菌也受不了了 何况它有很多膳食纤维 可能是它的纤维可以帮助你养 你要养的细菌 不要再让旧的细菌再长回来 所以那个病人的口臭就这样就结束了 到现在最终已经 治疗到现在四个月了 有没有再复发 但是口臭的原因是很多 也不是每一个都是幽门感觉吗 当然不是 我们刚才讲说 从嘴巴开始到你的鼻子 然后往下走到你的肠味道 那甚至扯不到的像肾脏 还有肝脏病 肝病它有另外一个甜甜的味道 那是不一样的臭味 好 那我们今天大家同时请教一下江医师 刚刚讲洋葱好处多多 那请问一下肾脏疾病的人可以用吗 这一点其实也要再次的呼吁 很多对正常人健康有帮助的 任何一种食疗手段等等 在肾脏科的病人是不见得适用 我有一个大概50出头岁的一个男士 他已经是肾脏病的3B 就是过滤率只要剩下33 那他就是听他朋友讲说 你这个是毒素基在体内 所以你要吃排毒的 那就给他一个精力汤的处方 那这个处方里面其实包含了洋葱 包含小麦草等等的 还有当然一部分的坚果 那他得到这个处方之后 当然就非常高兴 然后那天早上就泡了一大杯 把它喝下去 然后一个钟头之后 在家里就觉得心悸很不舒服 然后就倒在地上 那家人就叫救护车重急诊 那在急诊室我们测到的 血中的甲力值高到7.6 正常人是很少超过5.5 那7.6之后 其实心脏就跳得非常不规律 因为它会引起一种致命性的蓄力不整 而且这个东西如果不去处理它 它是电极器没用的 所以如果它打在家里 家里的人用电极器电它 因为它甲离子不正常的关系 电极器是对它是不可能有作用的 那后来这个病人 当然使用一些降血甲的疗法 当然打了胰岛素 给他一些减化剂等等的问题 就是想办法把甲赶到细胞里面 让血中甲降下来之后 它的生命专项才稳定下来 所以从这里就知道说 其实经济它不是人能可以喝的 除了我们生产科病人不能喝之外 我要把癌症病人拖下水 癌症病人也不能喝 然后孕婦跟幼童 大概都不适合 我跟你讲 以美国这种 如果你做生的东西去打 美国每一年 因为生死造成的 包括三门式性感染 大肠感染感染 大概都有总合起来 美国每一个地方喝起来会有几千粒 OK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比例 好 就生死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是清洗干净 你刚刚讲有一些是没洗干净 就可能有大肠感菌啊什么的 那个吃沙拉也会吃到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特定的疾病 如果甲离子很多 结果你一喝 肚子整个早上就要了 一般人是OK 但是肾脏病的人就不OK 对或者癌症病人 用抵抗力比较有问题的 在吃抗排斥药的 累过醇的人 这个都不适合 幼童抵抗力比较不好 这个也不适合 孕婦也不适合 因为孕婦感染一些特殊细菌 尼斯特菌 它会造成肌胎 所以它比较不适合这样做 那其实我觉得 你真的要喝精力汤 你探过一下就很有帮助 你不要忘记探过一下 你把甲离子去掉 你把细菌烫死 最后你把像菠菜这种材料里面的 所谓的草酸盐给它弄掉 那草酸盐吃太多 虽然你喝水 它一样可以造成结石 所以所谓的 烫过之后的精力汤 我就觉得比较好 不过生肌饮食业者可能都反对 他们认为烫过之后 就没有生肌 我不知道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如果这个烫过之后 当然温饮凉饮都可以 因为有温度了 如果你要加了豆子 你要注意 加了豆子的生肌饮食 很容易因为豆子里面的零级素 还有一些抗消化 酵素生产的物质 它会产生很严重的脏气反应 所以不要说生肌饮食 单就你去煮任何的 豆子的食材 甚至你把它煮不够久 连豆浆煮不够久 都会产生脏气 最后面 生那个病人当然不能吃 好 嗯